各位網友,這條片可以講說八卦的事情,也可以講說我們做YouTube的人的行業消息 作為華語YouTuber的領頭羊之一的老高宇小美 是被人指責抄襲,我會在這條片中講講這件事是怎樣 以及介紹一下老高宇小美,我又會講一下抄襲這個問題究竟是怎樣 然後我們又看看根本在華語入面 Youtube那個什麼人是巔峰造極的,天下誤絕 好了,未講之前看看,今年我們有很特別的事情 除了我們非常出名的金沙奶黃月 做了十幾年,是嘉倫劉的師傅出來開祝的 有傳統的雙年王白蓮蓉 陳皮紅豆沙,今年多了黑色的黑芝麻 如果你喜歡芝麻香,但最特別是我們和維格合作了這個 月見禮盒,現在你只要買三盒 任何三盒都送一個禮盒,這個有限度 六盒就送兩個,或者一個麻豆文旦有的 已經很便宜了,再送這個就不太划算了 這個老高與小味,趙博都說是當前華人之中的No.1 這樣是不是No.1呢,就可以質疑 他說的話是什麽呢 我有看他一部份,但其實我看他不多 坦白地來講,我看看我不是很喜歡的 他有一些題目我就看,有些題目我就不看 都是很沒什麽看的時候我才會看,老高與小味 他說的就是有一些科學新知的東西 有些古老的神話傳說 有些陰謀論的東西 外星生物,這些東西 他是有585萬的定血數 這個是不可其及 這個很厲害,585萬 但是他最近被另一個YouTuber 藍全媽媽踢爆 有一條片,捉到他一條片 是100%抄襲 這條片我又看過 好,因為他講昆蟲 我對昆蟲都非常感到興趣 其實昆蟲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生物 世界的其他生物,譬如 這個暴雨類動物,有一萬種 鳥仔有八九千種,暴雨類動物五六千種 昆蟲有多少,幾百萬 沒有東西成功得過昆蟲 昆蟲只是陸地有,水那裏是沒有的 有些可以在海上生,但其實是要爬上陸地 昆蟲有三大特色 其實我們普通講,蜘蛛這些不是昆蟲 白竹這些不是昆蟲 昆蟲一定是六隻腳的 他一定的生命經過三個步驟 首先是有幼蟲,然後是成蛹 然後變了一隻會飛的東西 Metamorphosis,這個才是昆蟲 他這裏說昆蟲有三大絕技 第一是會飛,所以可以傳播到很遠的地方 昆蟲的飛行技術是非常之高的 可以停留在空中,可以倒退 大家知道,可以停留在空中 已經需要極大的能量 倒退就更厲害了 我們的直升機可以倒退 這個定翼機,去到Copra這隻 這樣倒退已經很厲害 這個只有蜂鳥和昆蟲 是控制完全甚麼方向 他拍過翼的方法是很不同的 即是你如果飛,你真的要學到昆蟲的飛法 是比我們的飛機高明很多的 當然,那個需要有空氣 他這條片主要講是昆蟲有三大能力 第一叫飛行 第二叫變形 他變形昆蟲是很妙的 幼蟲吃的東西和成蟲是不同的 可不可意 於是大家不會欠東西吃 例如說幼蟲,毛毛蟲就是吃樹葉 他變成蝴蝶,或者變成蟲 他就是吃花粉 大家不同的 不會搶東西吃 第三,他在緊要的時候 他可以做一個殼要休眠很久 然後翻生 好了 這篇我剛剛有看,是相當有趣的 好了,他說 6月27日上傳這條影片 如果用1比1作比較 是100%抄襲 是100% 整篇是完全抄襲的 在對比裡面 文本 如果你將它轉成寫文字 是一樣的 不只文本是一樣的 講的故事的結構也是一樣的 引用的數據也是一樣的 藍全媽媽就認為 如果 這裡我先講了原則 我看見有時候人們很好笑 說我會用老高、文昭、關鍵講過 講時事的題目 大家都在發掘那些題目 有時候你先講,有時候我先講 有時候他們會觸發我 但是每次我講 有時候我快過人,有時候人比我快 但是每次我一定有自己的意見 和講法跟他不同 從來不會抄襲 但是如果有多些東西是來自他 很多時候他們講的話 這些東西都是根據譬如說華爾街日報 我就會叫華爾街日報 根本他們那些是來自華爾街日報 或者大陸那些資訊 我會叫原文 就是這樣 如果去到有六、七成 資料是來自一個來源的話 我通常口頭都會提他們 但是我沒有一次不是二次創作 即是我經常的看法 都跟他們有些出入 甚至有時候是相反的 如果你根據別人的東西觸發你去想 而是你加了自己的意見 變成二次 那就叫做二次創作 但是老高是完全照抄 100%照抄 而且別人錯了的東西他都照搬 他就說 譬如說他提及那篇論文 不是英國帝國理工大廈 Imperial College 而是Imperial College 和Florida國家大學 國際教育交流理事會共同完成 即是原文錯了的東西他都錯了 由於老高在影片 將昆蟲都是背光飛行的 他不會向光飛行的 解釋是 這樣就分到上下 於是藍全媽媽就去看原文 原來發現 他的真系原文的寫法 就是昆蟲背脊的效應 是幫助背光以後他教背脊效應 來保持飛行的姿勢和控制 並沒有說可以分享一下 好了 專門供會員觀看的影片 其實都是抄襲 在老高身上 有時候忽然說一句很有趣的東西出來 或者反對他的老婆小美 完全都是抄襲人 原來這些都是 這個互動表演是抄襲不成 這個去到一個問題 你捉到老高與小美 有一條影片抄襲人 他的罪行就是 我認為這樣是不對的 100%抄襲人是不對的 這樣真的叫抄襲 就捉到他有一條影片 那你就要找到他很多條影片 來自抄襲不同的人 你才說他完全是抄襲而成 這個 這個老高如何回答呢 他說 有人說他不是原創 的確 有些 他就說 所有東西都是有來源的 即是光束不變不是我發明的 一加一等如二不是我發明的 所以別人說過 他也有權照說的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好了 然後他講過著作權的問題 就說 這個是他和作者之間的關係 那個原文那個人沒有叫他刪 他就不需要刪了 他說他的影片的特色是他的表現形式 即是他和他老婆那種互動 即是 你如果 我舉個例子 這樣說是不行的 即是如果別人讀了一條新聞 你將新聞由頭到尾照讀一次 這樣這個是損害著作權的 雖然你讀是加了你的樣子和你的聲音下去 但是在這條片上你是抄襲 這個就是我的判斷 這個就是 當然 你經過你再讀出來 那些人要告你抄襲 是非常困難的 非常困難 要去法庭判決的 就不是你把別人的影片下載這麼簡單 好了 有一個叫做chip的人 我沒有看過這個 老高元峰不動把另一個人的作品搬過來 是100%的抄襲 這樣真的沒得爭 這個chip都很厲害 有128個訂閱者 這個就是 好了 他說他直接抄那個YTER 不但是內容相同 數據描述方式一樣 類似例子還有一大堆 原來還有一大堆 那我就不知道 如果還有一大堆就要說出來 其實我也有點懷疑 即是老高那些東西是不是他自己的 因為我發現他其實很多東西他不懂的 是說錯的 他其實不明白真正的原理 很多很明顯是搬過來的 但是搬誰過來呢 如果他搬很多很多人過來 他都要做很多搜集資料的工作 他說他是搬民工 平時自己用很多時間研究創作 抄襲者就搬 一個星期做了一條片 引用都不寫 直接令人相信他是原創 他說說書不是抄襲 就算你說書也不是抄襲 說書如果你理解了那件事 然後說出來 就是經過消化說出來 這樣就叫做說書 直接搬別人的就叫抄襲 他說老高與小美是怎樣來呢 我發現老高對科學的理解 其實很多時候都錯誤 大家留意看看 而且他其實是很相信陰謀論的 就是外星人創造論 很相信那些巨人 以前古代有巨人 古代文明 他每晚睡覺前都講故事給小美聽 當他嬰兒 於是就創作了youtube 這個在2018年 第一條片就是 Google地圖拍到真實女鬼 講靈異事件 宇宙奧秘 都市傳聞 然後小美就扮無知而插嘴 問問題 有時候都會踢爆他 大家看看他近期說的話 這個右腦天堂 生命機器 如果機器會自己繁殖 機器會怎樣呢 這個 這個我沒有看不知講什麼 講光 講這個 牛敦開始講光 這個 50年的實驗證明人是一種家族 人是被醇化了的 你要知道有些動物是被醇化了 人是被人醇化了 人是被什麼人醇化了呢 就是那些動物被人醇化了 人是被人群醇化了 人群就把那些惡的人 獨特的人全部排斥了 於是慢慢人群就變成一種醇化了的動物 適合大型群眾生存 這個 這個昆蟲 這個是講武力威脅天網 講AI 真正的妖怪 講人是妖怪 因為人類的樣子 你覺得跟其他動物很不同 是因為人類是保持了那個叫做 幼齡的樣子 而不長大 所以這個樣子是很特別的 跟其他動物是講這樣的東西 這個是講這個 打籃球那一部 是嗎? 曉入津 這個是講日本有一個傳說 有一個叫竹內文書 其實大部分都是假的 這個是假的 這個是我沒有看 這個是 講更加為什麼泥土做人 因為7萬多年前 就是人類幾乎被毀滅 有一次火山大爆發 即是我們的生命是carbon base 可不可以用silicon base 其實用silicon base是很難的 因為這個 我不講了 這個太複雜 太陽危機 這個我也知道 太陽最終會毀滅 這些有些有科學根據 更多是講古老的傳說 哪裏發掘到什麼出來 阿魯納奇 最終要講阿魯納奇 人類原始的神話 外星人創造論 這些有趣 各式各樣有趣的東西 但是我要首先第一 他是不是大量抄襲呢 我不知道 但是要學他講這麼多的內容 如果是他自己量度回來的話 首先要用很多時間去搜集資料 他搜集的資料 就是多於你能夠在網上 在短期內找到的東西 但是如果他很有心機去看 這類有關的youtube的話 這樣的吸收就快很多了 老公與小美的成功 其中一部分就是他的presentation 老公講故事是好聽的 小美是挺好的 還有假裝傻子 這種配搭 中國自古以來都是這樣的 叫做參軍器 就是一個官帶著一個參軍 其實官是很蠢的 參軍是很狡惑的 專門弄他 這種是兩個人的上升 他其實是金融業的IT顧問 他真正認識的東西可能是金融 以及IT 認識IT並不表示認識科技 22歲搬到日本 4年後認識了少一歲的小美 接著就結婚了 他內蒙古出身的小美 這個小美是挺漂亮的 而且是有錢的 投資房地產的 2021年搬到新加坡 可能是為了避稅 他們現在是在新加坡住的 好了 這個就是我首先講了我的態度 第一 就是如果你去到8-90%跟人 那個就叫做抄襲 暫時你這樣變成老高與小美 這樣說出來 人家不是那麼容易制裁你的 他要去法庭告你 侵犯他的著作權 那個要法庭判的 經過你的演繹出來 我的立場就是這樣的 時事節目一定有相同的題材 我每天拍三條片 所以有時候我哪一條先 哪一條走後 有人快些 有人慢些 但是快些慢些 我遲過的人都不要緊 因為我是有我的獨特的規定 其實每一條片都有我獨特的角度 或者看法 如果我的片 就是去到有六七成資料來自某一個人 我就會說 而且我也準備好了 有幾個人我會參考的 即是王劍 文昭 主要都是王劍、文昭 自說自話的總裁 這三個人我的參考是比較多的 其實是 其他就很少 尤其是台灣關鍵那些 我開始很鄙視他們 非常誇眾取寵 這個就是我的立場 和老高這件事 我是看不到那個 我是不能夠作出 conclusion 因為一條片抄襲 並不表示一條片都抄襲 如果他一條片都抄襲 當然 那個在道德上是不好 不過一條都不好 但是如果全部都抄襲 那當然會令人失望 這樣就要等你們 要有人揭發出來 我才知道 這個第二點就是回應 這個最厲害的YouTuber 我舉了幾個人出來 這個 李子柒 辦公室小夜 電梅小歌 老高與小美 李子柒 1760萬訂閱 老高與小美585 老高與小美走先 這個2017年 2018年建立日期 這個 在中國大陸 在美國 在新加坡 李子柒 兩年沒有出片 他總共是多少 29億 他的觀看數 他的訂閱不可企及 1760萬 我首先要講 公平一點 我要講 講時事和講這類的片 這些是不同的 李子柒是講農村的烹飪 首先第一 講普通話當然是有極大的優勢 就算你不計中國來講 海外講普通話的人是多很多的 多很多 廣東話就少很多 因為 起碼台灣是普通話 而中國對外移民的人是普通話 這個相對我們廣東話來講是有極大的優勢 內地翻牆出來的人多數是講普通話 但是1760萬是不可企及 但是他們拍的片是沒有時間性的 你看到就是 他們不停在這裡累積著的 李子柒已經兩年沒有出片 這個是因為他和他合作的人吵架 就是究竟的profit sharing是怎樣 但是除了這樣之外 我發現他的題材也是會枯竭的 即是等於做這些事情的人 就很容易陷入題材枯竭 即是等於做儒家 你可以的片段有很多人看 但是你很快就做完你的動作 你想不到新的事情做 李子柒已經停了兩年 他一條片是幾千萬人看的 他一個月只出一條片 三四千萬的不可企及 總共是二十九億 辦公室小夜一千三百多萬 專門把辦公室的東西來這裡搞鬼 他也是借了 他為什麼借了呢 因為有一次教人做什麼 令人燒傷了 用微波爐 用來做什麼 結果那個人受到重傷 一個來自火星的行酒食譜 在辦公室 用辦公室的東西來煮 他有44億 這個電西小哥一千萬 33億 是煮雲南菜 一個是雲南梅子 他是像李子柒 去在雲南 看看山山水水 吃蟲蟲蟲 這個是365套片 他435 他是128部片 你想想多厲害 128部片 2億9千萬的view 厲害到不得了 455部片 每部片45億 每部片一千萬 這個360多部片 每部片七百百萬 老高與小美 如果講神秘學 講這些 這些 半科幻 都市傳說 他就第一了 585 421 套片 17億 17億幾 這些片 題材很容易枯竭 而且拍拍一下就借了 我們 厲害了 87萬8 36,000部片 厲害不厲害呢 我們是以片多取勝 這個就是因為時事片 你可以有這麼多題材 我們有兩種計法 這個計是18億 其他一個計法是20億 有另一個網頁 是20億 當然 如果和普通話比 你又很難 Apple和蘋果比 這個時事類和不是時事類 不是時事類 這班人 叫我平均覺得 我覺得最厲害最厲害的都是李子柒 李子柒 真的最厲害 三四千萬 李子柒很厲害 很厲害 老高與小美 都是非常非常之成功的 他這樣17億已經是非常非常之成功和困難的 就算是抄襲 也是這樣說 唯一可以凌駕的就是歌聲 歌聲是很厲害的 歌聲又可以去到幾十億 其實就是這樣 時事 如果你加上普通話來講 只有兩個人是很厲害的 其實現在普通話剩下兩個人 一個就是文昭 文昭一條片可以去到四五十萬 但是他一個月 一個星期 時事 就是做三四條而已 這個神水飛揚 這個 詩水飛揚 又是講一些比較古怪的東西 那個我不知道多少 那個就是他的頻道看 就是他的影片可以去到四五十萬 江峰就二三十萬 那就是 黃劍 黃劍 就是十幾萬 但是他這個人真的是勤力到震 即是他每天就做兩次 每次做一個多小時 這個很重要 雖然是十幾萬 黃劍是很厲害 而且他是做直播的 那就是 每個人有他不同的長處 文昭就多一些 提供 對時事提供的另類的看法 以及古代歷史的勾連 這個 江峰是很喜歡軍事的 這個就是 他也是加以他個人政治立場的解讀 這個是 黃劍就更多是 financial data的解讀 對財務 財務數字 這個 我有時會參考他講的 因為他會講很多 那些數據出來 於是我就去找這些數據的 origin 他也會講一些感性的 譬如他最近說 昨天新聞 新聞查座 他講大陸的青年人失業 那種慘況 我真的聽見 因為我沒有他 這方面 沒有他浪費這麼多時間 浸淫在大陸的網站上 有些事情我真的看他才知道 譬如他講到 有兩母子 一起自殺 死了在山上 媽媽71歲 兒子40多歲 為何自殺呢 因為媽媽71歲 生了肺癌 兒子40多歲 剛好失業 沒有工作 媽媽肺癌沒有淺醫 覺得一堆媽媽不住 媽媽帶他到山上 一起自殺 媽媽吊頸死 兒子跪在他面前 就是腹毒自殺 就是人間秘的 有些事情是 我看看他們說 我才知道 但是短期內 我會再諮詢大家 有什麼辦法教我們 可以做得好一些 尤其是使用AI做得好一些 我下個星期開始作出大型諮詢 我們無論在我的片子 新聞連線 或者接下來 快要推出TikTok 就像TikTok那樣 看香港 香港的 過去的文物 我們快要推出 大家就可以up load 搞了一年 我會再公開諮詢 大家可以教我 怎樣做 或者我開一期直播 在網上跟大家交流 或者開一個討論組 專門回答大家這些問題 好不好 多謝大家 好好 放暑假了 嚴嚴 夏日 加上遊場假期 要過得充實 你是不是很頭癢呢 不妨試試親子下廚下 煮一下食物 可以增進親子之間的感情 又可以治療肚 不用出街 和其他人逼 還可以製造親子回憶 怎樣令到你和子女感情好呢 不是你花很多時間給他就好 要有quality time 即是那個時間很開心 大家很融洽 這樣有個共同回憶就很好了 大人小朋友都會很滿足的 家長千萬不要錯過暑期大優惠 2023年8月1日至8月15日 至底的優惠品有什麼呢 第一 和秋的櫻花蝦米糕 這個在台灣是很流行的 180克 糯米粒粒分明 搭配紅蔥頭 櫻花蝦 簡直香氣四日 還要是常溫產品 隨時用微波爐 或者隔水加熱就能吃 又不會阻礙雪櫃的 寶貴位置 應該買回十包八包 可以當早餐下午茶或者宵夜 原價20元 特價15元一包 180克 都挺飽的 第二 台灣很濃的 放山土雞高湯500克 放山土雞高湯 是不油膩的 它是少一點脂肪的 那隻雞少一點油的 鮮味十足 用來做火鍋的湯底 非常之抵 煮粥煮麵也合適 原價25元 特價20元 還有 盡量玩之餘 就要注意健康 今期有最新推出的 台灣農泉生技 Longus的葉黃素 咀嚼定 葉黃素就有很多營養素 最重要是抗藍光 如果你看到很多電視 或者晚上在床上看電話 你就要吃些葉黃素保護眼睛 它是藍莓味的 小朋友喜歡 一大包 一大盒 有時間吃了 30丁 吃整個月 原價170元 特價148元 還有 台灣農泉生技 Longus的 疏烤益生菌 益生菌 有助維持長度健康 我經常吃的 足盡消化系統 增強免疫力 原價320元 特價268元 還有 各款優惠台灣零食和小食 以供選擇 不論男女老少 都這麼喜歡吃 分別有什麼 台灣百年全期 黃金比例花生酥 168克 原價63元 時價49元 三星脆肉蔥陷餅 皮是很薄的 含料豐富 不用解凍 加些油 在餅裡煎一煎 細火煎 到餅皮軟化之後 再改中火 煎到金黃色就可以吃了 原價55元 特價48元 好了 台灣百年全期 招麻花生酥卷 特價52元 台灣天時福 塞木魚 塗軸 補加任何化學物 加熱就可以吃 方便快捷有營養 做早餐最好了 原價42元 特價35元 魚肚粥 台灣蘇澳 薄鹽的白腹青魚 解凍之後 印乾魚表面的水分 用煎烤或者氣炸鑊 煮到熟透 加一點胡椒粉 或者檸檬汁 魚皮香脆 魚肉 嫩滑沒有腥味 就算不喜歡吃魚的小朋友 都喜歡 原價25元 特價20元 還有 台灣卡華考活 包含的福州丸 300克 原價48元 特價40元 台灣天時福 塞木魚丸 250克 原價28元 特價22元 兩款丸 做法百搭 要來煮麵 滾湯 氣炸 燒烤 都絕對可以保留風味 好了 還有台灣 田家的千層拉餅 440克 四片 餅皮堅持是用手工做的 加熱之後 依然保留拉餅 千層酥脆又多汁 可以用焗爐 煎鑊 或者氣炸鍋 翻熱 非常方便 還有蘿蔔絲 韭菜 蔥餡 地瓜 紅豆 五款口味 給你選擇 原價38元 一盒 現在29元 還有台灣雙泊 肉乾 這個 如果在燒貓貓訂過的 都知道 它三層的 有肉乾 有芝士 有水果 有什麼味道呢 香橙 鳳梨 檸檬 柚子 其餘果 原價88元 一包特價69元 不要等了 快點過來人民超市 買齊的東西 一起過醉婚和難忘的暑假了 優惠期 由2023年8月1號 到8月15號 暑期優惠 閃閃眼就完了